天猫618给我们的听友发送了红包 大家在淘宝的搜索栏 搜索静波频道发红包 波是波音的波 就可以领到现金红包 在6月18号之前都可以使用 可以反复多次领取 一篇文字 一首歌 一种声音 一份私藏 欢迎收听 静波频道 我相信一万小时定律 我从来不相信 天上掉馅饼的灵感 和坐等的成就 做一个自由又自律的人 靠势必实现的决心 认真地活着 晚上好朋友们 我是静波 欢迎来到静波频道 刚才这段话出自 山本药司 今晚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两篇短文 是两个故事 一篇来自网络 另外一篇来自听友的投稿 第一个故事 名字叫做 蒙眼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一次婚宿 在一次婚宴上 一位中年男士 认出了他中学的老师 于是上前恭敬地说 老师 您好 您还记得我吗 老师说 啊 对不起啊 我实在记不得了 老师 您再想想 我是当年在课堂上 偷同学手表的 那个学生 老师看着面前的 这位学生 还是摇了摇头说 我真的认不出你了 学生又说 当时 您叫全班同学 都面向墙壁站着 再用手帕 蒙上自己的眼睛 然后 您一个个地 搜查我们的口袋 当您从我的口袋里 搜出手表的时候 我想 我一定会受到 您严厉地训斥 并遭到严肃地处理 从此之后 我在班里 算是抬不起头来了 这将给我的人生 留下不可磨灭的 耻辱和创伤 但是 事情并没有 如我想象的那样 您把手表 归还给了师主之后 就叫我们坐回 原来的座位上 继续上课 一直到我毕业 离开学校的那一天 偷手表的事 从来没被提起过 老师 现在您该记起我了吧 老师 微微一笑说 我怎么会记得你呢 为了同学之间 能保持良好的关系 为了不影响我 对班上同学的印象 当时 我也是蒙上自己眼睛 来搜查学生口袋的 学生听完 眼泪夺眶而出 他紧紧地 把老师抱在怀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彼此就这样 默默地拥抱着 给人容身的空间 给人转身的台阶 给人改过的机会 这不仅是 老师的善良和智慧 更是一种 崇高的慈悲境界 和人格魅力 好 这就是第一个故事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 是我们的老听友 来自早阳市 七方卫生院 炎炎红写的 多想听听 那几声 呵斥 妹妹的女儿 萱萱 最近老喜欢 把舌头伸出来 舔嘴唇 当时 嘴唇油润了一下 可不久之后 嘴巴的一圈 都生出了细细的毛刺 仿佛大地 被炸出来的血印子 又像小孩子 脏脏的小黑手 弄出来的乌迹 她会大声地呵斥 萱萱 你再拿你的舌头 偷摸着舔嘴唇 被我逮着了 非用绳子 绑住你的 不省事的大舌头 多难看呢 怎么老是舔呢 萱萱赶紧闭上嘴巴 藏住那不识闯祸的舌头 看着这一对母子 听着当母亲的急言立色 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的母亲 记得小时候 大约七八岁的年纪 我有了一种坏习惯 老喜欢撕扯手指 就旁边生出来的道刺 我躲在角落里 低着头 逮着拇指旁边 新生出来的 竖着长着的一块皮屑 横着拉 只拽出一小半 看着那剩下的一小截 心里不爽 又垂直地扯 疼得我呲牙咧嘴的 最后皮刺是出来了 可是一滴鲜艳的血珠子 晃悠悠地冒出来了 突然一声断鹤 啊 你又在撕倒刺了 你都死不悔改 说了多少遍了 下次再被我看见 我非拿剪子 剪掉你那闲着没事的 手指头不可 我的母亲不知 不知啥时候出现在我的身后 一把攥着我的手 噼里啪啦的 一顿的猛抽 我疼得赶紧往身后缩手 吓得一溜烟跑了 血早已经凝固了 我喘着粗气停下来 瞅瞅四下 母亲并没有追上来 我又低头看看双手 发现中指上 又涂生几处显眼的稻刺 刚想咬牙扯去 远远的 母亲气急败坏的声音 又传来了 死妮子 你又在扯手了 怎么说都不听是不是 我立刻收手了 拿起筐子去割猪草 慢慢地 我忘记了手上的稻刺 第二天 稻刺居然平复了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物质匮乏的过去 手上老是爱长一些 惹人厌恶的稻刺 我为什么又偏偏爱撕 而母亲的眼睛 又为什么会那么地尖 我一低头 她就猜到 我又在打倒刺的主意了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那么不听话 难不成是故意惹的母亲去骂我 去追我 才忍痛去撩拨那无辜的不安分的道刺 我的那一双 可我的母亲 可我的母亲 已经长眠地下 我再也听不到我的妈妈 几步追出来的那几声呵耻 那几声利骂 在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的人走了 我再也无法喊出那一声 妈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low wind of God with wisdom blow until our minds are free From mists of error, clouds of doubt which blind our eyes to Thee Burn winged fire and spar our lips with flaming love and zeal To preach to all Thy great good news God's glorious common wil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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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